在这个靠脸都可以混饭吃的年代 有这样三个小伙子偏偏靠自己的才华 靠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混乱的娱乐圈拥有力度之底 最近是TF1五周年之际 今天就随小编一起来聊聊他们的成长事吧 刚开始的时候王俊凯翻唱一首《球鸟》进入大众视野 随后王俊凯与王元通TF家族一起发布了一首《街舞少年》 满满的青春活力 早在那个时候就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而后TFBOYS正式成立后发行的一首《爱出发》 那时候的他们无论是嗓子还是颜值都透露着志气 那时候的小编都被圈粉了 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不知不觉尖三小只已经已经随着四叶草 我们走过了五年的时光 这三个阳光帅气的小伙都长大了 一路成长收获赞美 经历每个青少年成长都会走过的路 还记得那句话吗 《十年之约》 花中有一句话 四叶菜在未来为美盛开 五年过去了 我真验证了这句话 四叶草在现在 未来为美盛开 去年王俊凯通过高考 顺利进入北京电影院 一样迁徙今年高考 顺利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不知道下一年王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昨天王俊凯王源一样迁徙三人 都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祝福 作为五周年的福利 特意出了一本书 《2023非虚构成长》 也算是为一直支持他们的四叶草 每一个福利吧 昨天《TF Voice》官方微博上配文 趁《TF Voice》出道五周年快乐 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哦 照片上的三人都身穿西装 比着五的首饰 笑容满面 杨刚帅气 网友们纷纷表示 会继续爱你们的 继续走下去吧 黑半是最长情的告白 回头看王俊凯王源一样迁徙三人 这成长路也并非十分顺利 他们在刚出道时也会遭到怀疑 不被人们所接受 被黑粉攻击 现在的他们一路走来 有四叶草的喜欢 受到越来越多的喜爱 尤其是一样迁徙 无论是声音 颜值 唱功 演技都有了很多的进步 前段时间他跟弟弟的对话 简直苏炸 收获一大批的粉丝 在他们的成长路上 或许会比常人累些 但他们收获的宜人比常人多 他们三个人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也彼此扶持 互相团结 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 从显为人知和不被观众认可到收获了成仙上半的真爱粉 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 小编得知 四叶草的花语就有实现梦想的美好的意思 这个组合里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正能量